各位網友大家好 很多香港人趁著大日子 甚至乎平日假日會出去玩 很多人會北上消費 有很多人不停吹奏 內地的假年脈尾 甚至乎簡直是完勝香港 是否報喜不報憂 是否真的這麼好 亦可以和大家說說 有位港女投訴在深圳拍攝 差點被人奸 更加有人在跨年倒數之後 遇到一位怪男被人落藥 差點就完成了 這些事件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呼籲大家出去要小心 你不要在網上看那些線稿 不能撐一下 人去我又去 完全放下警戒之心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我經常都覺得這個世界都有兩面 甚至乎有很多面 不會只是一美好 有些人會說 你當然有色眼鏡看著 我眼鏡要變色 你不知道嗎 太陽 遇到太陽會變黑色 變藍色 變五眼六色 真的 不是有不有色眼鏡 其實有時候 我們要去理解 每個地方都會有好又不好 我們對於好的東西 當然要拿出來說 不好的東西也要分享給大家 因為有時候 人很簡單 為錢也好 為甚麼都好 他們背後都會有一些目的 賺你錢 你喜歡服務好的 他就給你服務好的東西 但不代表每個都一樣 在地球上每個人都會有另一面 可能是立壞心腸的一面 所以我不會說 所有看東西只是一面好一面不好 這次看到很多香港人 不想消費 經常上去玩 說到價連物理不僅 還說到原勝香港 好像沒有缺點 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位很多人都會上去拍照 因為便宜 還幫你撿照片 還要貼上去圖 他們的叫做 隨時好些 送框架給你 還寄到你家 今時今日 這些服務 在哪裡找呢 香港也做不到 這麼便宜 更加 說到別人的景色多 新奇刺激好玩 新奇刺激好玩 但也要小心 因為這位港女差點出事 在網上小紅書 發了一個警示文 說他的經歷 告訴大家 不要只靠好 說好 有時候也要留意一下 其實在深圳近年 也多了很多這些 社真影樓 有些俊男美女 或者女士 打算拍一輯美照 類似那些 模特兒 網紅 拍得漂亮 穿得漂亮 發覺漂亮 有些可能穿得很性感 幫助自己收一輯美照 在內地 尤其是深圳 這些公司都用一個非常漂亮的價錢 可以用不同的主題風格 什麼是不同的主題風格 其實內地有很多這些地方 很誇張 無論室內 廠景、外景 他們都很齊 這件事 又是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極大 難道你去TVB電視城 問人借過古裝街 叫你穿套古裝給你拍照嗎 你不可以了 在香港怎樣找一個地方 可以一個地方包辦 其實很難沒有 你也要認識別人 認識攝影師 然後你自己戴很多衣服 如果在香港 你也要找到化妝 你也要找到化妝 你也要搞一天 那你在內地 即深圳這些 一條龍服務 給錢就可以了 可能你要說 你心目中想拍些什麼 可能你要拍些 特別風格的 Cosplay 很優雅的 很古典 他們會跟你想定 包括化妝 徵修 其實單人這些所謂的寫真 250到2000元 250到2000元 拿到中間價 不如 大概1000元左右 有三套主題風格的美照 拿出來威威 騙人 騙兒子 都沒什麼問題 相信 幫你P 這件事件說到 在小紅書出現的 港女第一次到深圳不愉快的拍攝經歷 他在網上大身 在深圳拍攝寫真 遇到很不愉快的經歷 更加力數這間公司的三宗序 本身這間攝影公司 很旺場 說到很高人氣 所以究竟這些人氣 是買回來 是真 是假 打手 還是怎樣 我相信大家有時候 都要自己去留意一下 我所有東西 尤其是現在網絡的時代 我看東西不是看正評 我買東西都是 例如淘寶也好 或者光顧大眾點評也好 我去看看差評 因為看差評 我可以大概猜到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舉例 這間公司很難吃 服務態度很差 又或者是冷的 我便會去分析 他說得出這些 會不會正常很多餐廳都有 如果是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一試 但不是說有蟑螂 又有老鼠 又有衛生環境很差 我便無謂博 我懶得吃蟑螂 我便會去看看 會不會同一個類似的留言 出現了幾次 再說回這位女士 說到她在這間公司 為何光顧這間內地攝影公司 因為她見過其他朋友 在這間攝影公司拍的相片 也挺漂亮的 就想著 我都光顧一下 整個流程如何出事 話說 最初化妝、挑選造型都沒什麼問題 去拍第二套造型的時候 她自己突然想改變主意 就說想拍第三套的時候 特別一點 另類一點 即是開始第一套 正正經經沒有什麼 第二套拍出來挺優雅 第三套可否做一些古靈精怪呢 就說 這間攝影公司推薦她 這位港女 拍攝一輯叫紅塵 很適合她 什麼叫紅塵的造型 就說類似貴妃娘娘準備就寢 由於這間攝影公司的官網上 沒有尺度大的相片 當然沒有 有都封了 傻的 想著所謂的貴妃娘娘就寢 會不會好像拍個背部 然後叫我轉頭 可能坐在床邊 然後露肩膊 那些 這些是鏡頭照片 來的 打點光在兩邊 拍下去好像 給點黃燈 打下去 OK 好 誰知道 拍攝的時候 首先 有一位男攝影師 告訴事主 要調整姿勢 我到時候 會觸碰到她的手和腳 那位攝影師就說 還有一些接受不到的尺度 是這樣的 即是怎樣 可能是腿增加那些 不是吧 在白攝過程中 一直叫這位港女 放一些騎乳動作 例如 叫她伸你 把手放在嘴裡 有一點異淫的味道 很誘人 誘惑 又叫事主 把腳夾緊一點 為什麼要把腳夾緊一點 就說女生要懂得夾緊 然後攝影師問她 平時是不是 也是這樣勾引男人 嘩 說這種話 這些話 好像有點味道 這位港女覺得 是不是被人性騷擾 攝影師 接著這位男攝影師問這位港女 需不需要拍背脊 港女說 不要 我背脊厚 虎背紅腰 不要看 攝影師說 不要緊 我拍得不好看 我幫你撿好看 不要緊 別人說拍得很好看 你試試拍吧 當時這個事主一直以為 普通拍背脊照 露下肩膀 誰不知 攝影師一下子走過來 將事主的衣服 拉到屁股的位置 不停用力扯 連內褲也扯了下來 我不知道她那套是什麼衣服 我猜應該是 是否背脊 可能她背著她 一手後面一扯 衣服都扯了下來 連內褲也扯了下來 連內褲也扯了下來 有些人很老套 有些人很老套 有些人是這樣的 兩方面 這方面也可以說 有兩方面 在內地 有時我看這些新聞 一些是借 找攝影師 找人拍攝 即是她做摩托女士 做摩托為名 其實約到出來 可能是勾引攝影師 看得很興奮 拍得很棒 不如這樣 加多一點錢 然後大家以華喜 即是另類賺食 那些是另類賺食 反過來 有些 就是攝影師 動歪念 打算吃那些女模特兒 即是有兩款 這位港女 覺得整個攝影過程 當然很不舒服 整個屁股都凸出來 被人看到 又飛了又性騷擾 甚至拍完所有照片 才收到所謂的合約 她說 如果當時要知道是行性感 那就不拍了 原來同行的朋友 亦都遇到同樣的經歷 就說 對方 即是她同行的朋友 攝影師 總是要拉大腳 由於她的女士 穿短裙子 都不知如何拉給她看 這樣 此話一出 引起大家熱烈討論 很多網民說 當然支持她維權 有人說 其實 你要很主動 很硬 跟她說 死也不拍這些 如果 你又不是 人家可能 看你 裝模作樣 不想拍 叫你 拉下來又肯拉 拉下來又肯拉 裝模作樣 他們就會得寸盡情 所以 有內地網民說 要去工商局 舉報這間公司 去當地的消委會 說不可以讓這些企業 欺凌這些消費者 更加 說到 挺恐怖 所以 如果大家遇到這些事 我自己覺得 挺硬 除非反過來 你不介意 如果沒有想過這些事 神經病 我真是報警 立刻穿衣服報警 你不要向她射她 放上網發酵 內地真是很怕這些 在劣平這些事件 倒閉 現在放上網 就很容易倒閉 所以 我們不可以濫用這些事實 所以 告訴大家 要小心 不要只一尾死賺 有些人都會試過這些 我們要看的事 都是看兩面 不要只一尾看好 因為很多人都會 不知道是打手 還是先稿 大家要小心 除此之外 有位港女 說 在跨年 倒掃完之後 出現了懷疑 被人落藥迷奸迷魂的事件 這件事件又是怎樣 你也知道 有幾多人在香港倒掃 倒掃完有家歸不得的那些 流年朗蕩 這次這位港女 就說 他跟朋友倒掃完之後 就打算回家 在家附近的便利店 就打算買宵夜 裡面便利店 當時有六個人 兩個店員 有三個 草原厲害的男生 裡面還有一個 在看報紙的阿叔 他買完東西 打算付錢的時候 就感覺到 有人觸碰他的背囊 轉頭 他就馬上轉頭 看到三名 喻喻喻喻的男士 站在自己背後 不斷喻喻喻 草原厲害 這個女士就說 他太吵了 就沒有理會他 就好像沒有東西 又不是什麼 有些人是這樣的 故意引人注目 這個女士又可能 走開 就趕快給錢 就走了 出門後 就檢查一下背囊 看看究竟是否他們在裝傻 還是偷東西 發現都沒有 不見東西 於是想著走 但是 就說 想著走的時候 就見到奇怪的一幕 就說 看到一個男士 手在貨架上 手拿著藍色的東西 拿著藍色的東西 這位事主回家 撿背囊的時候 最離奇的 他就說 原本發現 他有瓶水 插在背囊外面 那個離奇不見了 而水裡有一層 很古靈精怪的粉 嘩 嘩 好了 那一刻 沒有想 他以為 不見了一個蓋 導致骯髒了 快要倒水 好了 到第二天 他再去到便利店 然後 就想起 見起一幕 就說 他就說 因為他的水 是倒數完 才買的 喝了兩口 就放了背囊 然後坐地鐵 他說 如果他不見了一瓶蓋 應該會倒水 所以 換句話說 他應該回到家附近 才不見 整件事就是 他開始在想 越想越恐怖 如果 他 在付錢那段時間 那幾個男生 他在後面扭開了一瓶蓋 把東西倒進去 他如果出門口 沿途在附近 突然之間喝了一口 暈倒的話 他就真是糟糕了 所以 這件事 告訴大家 應該要小心 不知道他有沒有報警 因為 這個便利店 有閉路電視 希望大家也要提高警覺 尤其是現在 可能 有些休息日子 出去玩 出去喝東西的時候 經常都說 不要亂喝陌生人請你的東西 隨時有些冬瓜豆腐 就非常危險 好 今集分享到這裏 下次再說 拜拜